心痛 Adam 作曲 初音詞 我覺得沒辦法說我是誰 這個很未明你知道嗎 因為這下一刻就很有可能性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我下一刻會做什麼動作 所以我很難回答說什麼叫我是誰 可是我可以知道我發生了什麼事 那這一刻你是誰 這一刻的當下 這一刻 這一刻的當下 我覺得我現在好像被吸引力 在做一個抹躍東西催眠 這一刻的當下 當下是我 下一刻可能不是我 你可以一直在問自己說 你在做什麼 可是沒告訴我我是什麼 可是最大的美好跟感動 我覺得人的生活 不管是思維或很多的接觸 其實是有很多 令你驚喜或美好的地方 那個就是等待那一刻 那一刻之前你的等待心情是什麼 每個的混沌衛冥 在產生出來的都是一種經驗 我常常在問我自己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然後 在這個世界上 我到底做這樣的事情對不對 或者我在做什麼 我就常常這樣問 我真的不知道我是誰 但是 得不到答案 我不知道 因為 每個人眼中的我 好像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那我從來不會期望說 我成為 你 到底要怎麼樣 別人心目中的 對 沒有 因為我不知道我是誰 所以我只能 就 就順應我每天要過生活 呈現出來的 我是誰 這樣子 那最常 你聽到別人描述你的 就無老師啊 就無老師 我覺得這個老師已經 很像是一日為師 終生為師的感覺 這個師 並不是我要成為你的老師 而是 師是學習的意思 在那個禮記裡面 老師這兩個字 是老師 一輩子都在學習的 才可以成為老師 Always learning Yes 當老師 我可以當一輩子 其實我覺得 我在做咖啡也一樣 很像在當老師 因為老師的職責是 在你的生活上 你要用什麼型態去呈現 我覺得 我永遠是職智這樣子 這是我現在正在做的 自己的生命功課 這個想法的 一開始是 米開朗基羅 不是刻那個大衛雕像嗎 對 然後就有人問他說 為什麼你可以刻得出 這麼精彩的雕像 然後米開朗基羅就說 其實他原本就在石頭裡 我只是把不屬於他的 去掉而已 然後我就聽到這故事 我就想說好啊 那在這個木頭裡面 是不是也有一個 是我真正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 我這幾年 一直在做這樣的事 就是說現在是不是已經 把自己全部雕出來了 還不知道 但我覺得應該還有 很多的可能性 你要知道你整天 再是一個犀牛還是老虎 還是小兔子 就是知道自己是誰啊 不然你都在演一個 你不是的角色 其實真的很辛苦 那知道自己是誰之後 就會知道 要朝什麼方向努力啊 然後要學習什麼啊 然後怎麼把自己放在一個 最能發揮的地方 我有一個 習慣我非常推薦大家都做 就是我會透過我這個人 所到之處 跟所有花的時間在的地方 去觀察我自己 就是我覺得我每一刻 都應該要花時間 認識我自己 譬如說 如果今天家裡 開始很多灰塵 那我可能最近沒有太 照顧我自己家裡的狀況 如果我開始 工作時間增加 我可能是不是要調配什麼等等 就是我覺得 是認識自己的過程 因為從來沒有人想過 其實我們不是不花力氣 就能夠很認識自己 需要什麼的 那要花力氣 每天起來 我不是喜歡照鏡子的人 可是我會在鏡子裡 看看我的變化 最近是不是臉比較暗沉啊 最近不太笑啊 去觀察自己最近的狀況 那我覺得會 比較知道怎麼樣照顧我自己 我覺得現階段比較像 比較像植物 對 就是 因為植物是它就是站在那裡 但是 就是它接受自然給它的一些挑戰 或是說不管是春夏秋冬 那它就是 因為這些環境的影響 那它慢慢找到它自己生長的方式 對 它 它不太會移動 但是它就是會 想盡辦法去往上長 有太陽 我享受太陽 然後 雨來了 我覺得 我雖然被打彎了 但是我可能明天太陽來了 我又再火起來這樣子 我覺得現在目前現狀是這樣 就是我 我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我想辦法去解決 然後我只要有什麼不開心的事情 我只要畫圖我就開心了 所以我說這 對我人生來講 我覺得一個人能夠找到這樣子的事情 其實是要盡最大可能去保持住它的 對啊 因為好像對我太好了 我會教一家 也會想要禁止 所以我看見 可是我想要禁止 就可以看到 那我比較喜歡 那我太好了 我也是 所以知道 我其實追求 要醉 我就是 我很多人 有東西 我想養成